有网友说,自家阳光不好,让我介绍一些耐阴的蔬菜种植,所以这一期我就给大家推荐几种。 空心菜耐阴,阳光直晒后口感差,阴凉的地方,生长反而会鲜嫩,好吃,它还非常洗水,可以水培,如果水培的话,一定要多浇水,不要让它干旱,它还可以多茶菜生哦。 芹菜是一种短日照蔬菜,光照时间短,且阳光不强烈的情况下,长得更脆嫩,且纤维少,长日照下不仅会使芹菜变苦,而且口感发柴,所以特别适合北面阳台或者是背阴的地方种植。 木耳菜的特点是高产,给它一片篱笆,它都能爬满,它在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阳光照射下,依然长得很好,所以喜欢吃木耳菜的朋友可以种它。 小葱也是阳光少的地方长得鲜嫩好吃,但是它出苗非常慢,一定要有耐心哦。 另外,像韭菜、芦笋、蒲葱英等都是耐阴蔬菜,您可以试着种植。 欢迎耐阴蔬菜品种,欢迎大家一起留言交流,好关注小月。